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马利欧陪你喝一杯 我是马利欧 你现在收听的是 马利欧陪你喝一杯的迷你单元 Your story matters 大家听我访谈了这么多名人故事之后 现在换你说故事给我听啦 这一次我们挑选了八个人的故事 有徒步环岛的 有靠杯室友的 还有去异国当兵的等等等等 一大堆 相信你们听完之后 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记得一定要帮我们订阅跟分享哦 还有听完到Facebook留言 跟我们说说你的心得 我会二十四小时都关注我的Facebook 看你们有没有留言 爱你们 救命哦 哈哈 哈哈 那你直接接就好啊 你要接什么 啊 你就要讲脸书 你要先讲脸书 等一下你要接在哪边 你讲完这么多打击之后 直接说 好啦我们来看一下 WPK上面有什么留言吧 赶快进入这题 那你有要回答我心灵鸡汤的东西吗 没有啊 我回答 我回答我 可是我觉得那是 Simon的故事能符合人心吧 你觉得你比玛利欧更有魅力吗 我觉得有 我觉得不行 玛利欧也不爽 然后后期就给他 逼逼逼逼逼逼逼 可以耶 等一下要逼在哪边 有了 哈喽你们好 我是Daphne 我是Jolan 我们是玛利欧 陪一辈的工作团队 哇塞 上周Simon的故事回响很大 好多人留言哦 我在想听众朋友 是不是对这类型的内容比较有感啊 那在Apple Pie上面呢 第一位听众 他叫做Y-N-O-N-S-I 他说他一开始会听玛利欧陪你喝一杯 是因为搭工作的时候很无聊 我想应该很多人都是因为搭车的时候很无聊 所以开始听Podcast 然后他说他听听之后呢 就成了我们的粉丝了 那他说Simon的故事啊 很温暖 他抚慰了很多人的心灵 然后他相信任何一个故事都会对某个人产生一些意义 那我们第二位呢 是Joven Arlan 这是不是西班牙文的Joven年轻阿郎啊 那他说了什么 他说Simon你好棒 感动 好那最后一位听众他没有留下他的大名 那他说Simon的故事真的很温暖 他觉得Simon分享如何克服PTSD的过程 然后听了故事之后觉得很感动 希望Simon以后的人生经历啊 可以一帆风顺 脸书上的留言好多哦 我来挑三个分享 Priss肖说希望我们后续也还能继续追踪Simon 诶我觉得这建议很棒诶 我们会来追踪一下哦 谢谢Priss的建议 婷许 他说谢谢播出这个故事 这集很棒 也很希望有类似这样子的声音 能传递给同样生病的人 而令皇说 Simon是个令人钦佩的人 边听者访谈心情也会跟着起起伏伏 希望这集可以被更多的人听到 希望能帮助更多的人 诶我相信Simon听到也会很开心诶 不知道Simon你有没有看到大家的留言呢 上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哦 那下礼拜就是最后一集啦 我们还是会分享你们的留言 你可以到 马里奥陪你喝一杯的FB官方粉丝团留言 或是到Apple Podcast跟我们分享 你听完后的心得 马里奥每一个留言都是亲自回的哦 所以请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吧 老师叫班上的同学来讲梦想嘛 我就说我想成为火箭队的一员 那时候我过去跟Steve Francis 问他说请问你是Steve Francis吗 然后我就跟他握手 我就说我真的是 Big Fan 对对 然后我是真的是因为火箭队 所以才一直很努力想到到这边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跟他握手 那个当下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其实就是一直想要 就是期待有这一刻 可以跟一个火箭队球员 就说对啊 就是我是真的很喜欢你们这支球队这样 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是在美国休斯顿职业的物理治疗师 陈嘉宏 他从小因为爱看灌篮高手 而开始接触篮球 之后再一次全家出游 去美国休斯顿时 爱上了这个城市 也因此爱上了他们的篮球队 从那个时候起 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天 能够成为休斯顿火箭队的一员 国医 13岁的他 在一堂课上大声和全班同学宣布说 我要成为火箭队的一员 这十个字 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脑中 而他今天主要就是在分享这段 20年来为了更接近这个梦想 一点一滴奋斗的故事 他曾经想要靠打篮球加入火箭 但是后来意识到自己可能没有那个能力 于是想要透过当随队物理治疗师的方式加入 不过美国职业物理治疗师的门槛 跟台湾差蛮多的 所以他就先去美国念书 先是为了补足学分 去社区大学修课 虽然之后 匹斯堡大学的硕士班录取了他 可是他突然决定要休学 回家帮忙 当起来卖凤梨苏内线的献歌 为什么呢? 后来他又如何重回美国念书 并拿到物理治疗师的执照呢? 拿到执照其实不是一帆风顺 而是另外一个挑战的开始 超多精彩曲折的故事都在这一集里面 哦对了 他说他跟他现在的老婆 也就是当时的女朋友 是远距离交往 每一次只要我们的节目上线 就会用电话讨论最新一集的内容 这样讲起来 我们也算是另类出宫咯 另外他知道我爱棒球 所以买了一颗棒球来给我签名 我从来没有签名在棒球上过 所以感觉超级新鲜的 想看照片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脸书粉丝页上看哦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陈嘉宏 我叫陈嘉宏 我的英文名字是Rex 我是一个在德州休斯顿职业的物理治疗师 然后背景的话 我从小 我也是跟一般男生一样 就是很小的时候喜欢看灌篮高手 然后因为灌篮高手的关系 就喜欢打篮球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最喜欢的球队 是休斯顿火箭队 然后以前就梦想可以长到 两百一十八公分 想说这样每个位置都可以打了这样 然后可是后来 然后记得以前就是国中的时候 有一次老师叫班上的同学来讲梦想嘛 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我被叫起来的时候 我就说我想成为火箭队的一员 就不晓得为什么就从那一天开始 就是这十个字就一直在我脑海里面 就一直不断的附送这样 不是说一直不断的可是三不五十就会从一直出现这句话这样 所以那时候就就立定志向想说要想要打进人别跟那个很多男生一样这样 可是后来高中之后就发现自己再长不高篮球也没有打得特别好这样 然后后来就是跟一般就是平凡的学生一样就是准备联考 然后后来算是很意外的考上了那个物理治疗学系 然后大一的时候那个我们系主任就是有特别介绍物理治疗系这个有分很多专科 那其中有一科是运动物理治疗 那在那边职业的包括很多竞技赛场 所以我在那时候认识了运动物理治疗师这样 然后我后来就是回去上网查就发现休斯顿火箭队 也有这样的一个专属医院在做这样的一个职业 所以从那之后我就 我就又燃起了小时候的那个心愿这样 然后就是历定之向想要成为休斯顿火箭队的体系下的医院的物理治疗师 那今天主要来分享我这过程中奋斗的故事 OK 好 我要成为火箭队的医院 我要成为火箭队的医院 真是十个字 你真的 我刚刚在想说我这十个字 你为什么可以讲那么精准 因为你真的 因为他真的一直在反复的在 很奇怪 就是我不知道什么 就是那一次我还记得我还站在就是国二的那个教室的最左边 都那个那个画面一直都还在 但是为什么是火箭队 那时候你为什么会支持火箭队 其实火箭队对我有一个有一种很特别的生命的意义 因为那时候是我 我们家小时候 大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我爸爸第一次带全家一起出国这样 然后那时候是包括我的三个姐姐 然后我妈妈 然后我们一起去出国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没有要去什么像是一些比较长的热门经典 我们那时候是直接去休斯顿 那因为我爸爸在那边有个很要好的一个朋友 在那边做捐印这样 所以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搭飞机 然后人生第一次到一个国外的地方 虽然我们玩的地方并不多 就大部分是家人在一起 可是从那时候 那时候那年是1996年 然后我就从那个地方就是认识了第一个就是除了台湾以外的地方就叫做休斯顿 然后那是1996年嘛 那火箭队1995年的时候拿到冠军 然后那时候我认识我爸爸的这个朋友他就说 嘿家豪你不是喜欢打篮球吗 我们的球队休斯顿火箭队去年我拿到冠军 所以那时候我就认识了休斯顿火箭队 所以从那之后也是一样就是这个休斯顿火箭 这五个字 就反而是对我而言是一个有特别的一页存在 我反而我记得以前那种打开那种民生报联合报 我可以很快的找出这五个字或三个字休斯顿在哪里 就是我可以立刻就知道这一页 有没有反复是一种特殊能力或什么 可是就是对这五个字还有这三个字特别有情感这样 所以是因为你到了那个地方 反而你跟人家不一样不是先喜欢一个球队 喜欢一个球员 然后开始研究 你反而是直接到那个城市 对我是先认识有个地方叫做休斯顿 是除了台湾以外的一个另外一个国度的一个城市叫休斯顿 反而很喜欢休斯顿这三个字这样 所以以前就是休斯顿任何球队我都支持 OK 就很盲目 对 OK 所以你后来是长到几公分 因为听众看不到你 所以我们可能要了解一下 我了解 我那时候梦想是想要长到218公分 可是我后来就是只有长到173公分 OK 那218这个数字是什么跑出来的 因为那时候以前有中华自然嘛 中华自然我那时候喜欢红国队 红国队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洋将叫做九旺 然后它是216公分 它那时候是中华自然最高的 我就硬是要比它高两公分 我想说这样我就全部的位置我都可以大 所以那时候我一直以为人类的极限就是216公分 那我就是还是要再比它高两公分 所以218 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这218的数字也是一直深深烙印在我 可是后来还是停在那里 对啊就停在173了 对啊就没有再长了 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打篮球啊 打篮球小学四年级就是灌篮高手那时候开始 就很多人都是因为灌篮高手开始打篮球这样 对啊 那你后来还有继续再打 呃有可是后来以前打得很疯狂啊 但是后来就是随着发现跳得没那么高了 但是就变成是一种一般的娱乐啦 所以打的话没有太太过火 就是偶尔是那种就是有参加那种那种三对三的那种 可是大学有参加戏队可是也都打替补了 对啊就是打得都还好了这样 就是没有到说很Hardcore这样 那你后来你刚刚讲到这个物理治疗 其实等于是大学算不小心考上的 对对对是很不小心考上的 因为那时候觉得一定不会考上的 然后因为我大学联考我考很好 就是英文那个就是我没有啊就聊到以前的东西 可是总之就是那时候整个慌掉了这样 然后可是我记得数学有一题 就两个空白处 然后那时候就是不会写 可是就是来做猜题嘛 那你想想看就是两个空白处 然后从10到99你都可以填 可是我就不知道那负号也算了 所以从负1到负8都算负9都算 可是我那时候就不知道 为什么这题答案感觉是负2 可是那时候就写了负2 所以这个机率我不知道真的是很低 可是最后那一题就8分就对了 然后我只比最低录取分数高0.8分上了 物理治疗学习 那是我唯一间医学院可以上的这样 对啊 后来就很意外的进了物理治疗学习这样 但你之前都不知道物理治疗是什么 其实那时候我讲时候我不知道 是填赤院的时候 纯粹就是照着医学院的这种 就是排名这样 然后下去填这样 对啊 那时候落点是想说应该会到生物科技吧 那就是物理治疗应该是没办法 对啊 可是后来就是落在物理治疗 所以那时候是蛮兴奋的 因为就觉得一个意外的惊喜这样 嗯 那我一直很感谢那个富二 所以有一阵子我跟我未婚妻说 我有个小孩要叫陈富二 然后后来那天我们就 他就不讲话 哈哈哈 对啊 我觉得那富二对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可是那天他就觉得不想理我 他觉得我太疯狂 但因为这是一个有趣的插曲 可惜背号不能用复述 对啊 对啊 不然你背号就会想要去富二 对啊 那你在念物理治疗的时候 你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比较投入这个领域呢 应该是说自从我认识那个 就是有一个就火箭队体系下面的医院 有这个职业之后 我就算还蛮认真的这样 那就是 这个是什么时候 差不多是 就大一的时候就 就知道了 就大一大二的时候 那时候就算还蛮认真的这样 对啊 所以我记得好像大二的时候 老师有再问一次那个梦想 可是那时候我讲实在话 就是要进火箭这个体系 对于一个大一大二的人 其实蛮可笑的 我永远记得就是 我那时候写完梦想的时候 我就一直去遮住我的纸条 因为怕同学看到 其实会觉得 当然会呛啊 我知道 可是就是觉得还是一个 蛮可笑的一个心愿 在那个时候 大学的时候 然后你们老师问 大家说 你大家梦想的时候 对啊 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堂课 叫人际关系 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那一堂课 我也忘了主题是什么 可是又在问一次梦想 可是 可是那时候是大家有 就是写在纸条上 可是我记得我写完的时候 我是把它遮起来的 对啊 就是我觉得实在是太可笑 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把它 留给我自己 因为那十个字一直常常在我脑海里面服送 我只是单纯就是 就我脑海里面这个 我自己觉得不可能的心愿 然后把它写下来这样 那你念完物理治疗之后 就有开始从事相关的工作吗 一开始是 但因为我还是跟一般台湾男生一样 就是有当兵退伍嘛 那后来就想说 那接下来该怎么走 那可是就是 在美国要当物理治疗 真的是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它有要求的学位 是要在硕士以上嘛 所以然后要求的学分又很多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 审核我的学历之后 我发现通试学分也差很多 所以当兵退伍之后 我就先去美国的社区大学 我先去那边补一些 我不足的通试学分这样 所以当然目标还是 还是希望可以 先至少考到美国物理治疗师执照 可是在这前置的作业 其实是一个蛮辛苦的过程这样 所以 所以一开始先去哪里念 我一开始还是 就是一样梦想在休斯顿嘛 那休斯顿整体的一个居住上面 就比较便宜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在休斯顿的社区大学 然后拿一些像化学实验啊 然后生物实验 就是他们规定必须要拿的 可是台湾的学分不够 他就叫我们再补这些这样 所以也花了一年的时间 补这些 那同时准备GRE啊 然后托福等等 那后来你考到的是哪 申请到的是哪一个学校 我是到那个披士堡大学这样 OK 然后物理治疗 对 对 那在披士堡念的时候 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故事 或者是收获吗 披士堡大学 当然是有 因为 就是其实 可是那时候我在披士堡之前 申请上的那个当下 我是 我是 就是怎么讲 我是 就是 因为我那时候 就是 有种就是 想 觉得 有种 迷失自我的那种感觉 就觉得 我到底是在追求什么这样 对啊 因为 因为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样 那 所以那时候我刚申请到披士堡大学的时候 我实际是修学这样 我没有立刻去读这样 我没有立刻去读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是 就是 就是 就是修学我回台湾 然后帮 爸爸的一个 一个账画一间 西州的一间食品工厂 然后再 帮忙卖凤梨树的餡 然后那时候去帮忙卖餡 那时候 简称叫献哥 献哥 对 然后可是 总之 回到你的问题就是说 我在披士堡那边学到什么 其实 在当献哥的过程当中 其实 中间有一个很影响我 那时候 就是我在迷失我自我的那个时候 其实 有一个员工 他那个当场是 就有点像是昏倒在地上 突然之间 可是我记得那时候 我因为那时候 全公司大家知道我是医学背景 可是我那时候其实讲实话 我 我离我的职业已经有点远了 所以那时候几乎 没有什么经验这样 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冲到那个烘培 烘培市的时候 然后看到那个 那个阿姨他的 把他头抬起来的时候 他眼睛是在震战的 就是会有一个 然后我记得那个当下 我就觉得说 奇怪这到底是什么 可是我那时候觉得 我身为一个医疗背景 我却一点都没有帮他帮上忙 可是 那时候当然就叫救护士 然后后来才知道是那个 耳尸脱落 然后所造成的眼球震战这样 那 当场医生就都帮他帮他复位 可是 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 就是 这是在美国 物理治疗师是可以做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我当下 没有办法帮上忙 这样 对那 可是那时候在Peaceball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学习就是 我有在学到那个 潜艇 就是耳朵的潜艇 的物理治疗的部分 那时候对我收益很大 然后 对啊 所以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 因为这个潜艇物理治疗 在台湾是比较少在教的这样 但是 为什么你那时候会迷失呢 就是 你竟然都一直 把这个十个字放在心上 然后后来又有 又有物理治疗 这个机会可以 让你往 你的梦想发展 为什么你申请到了这个学位研究所的时候 你反而开始迷惘了 一来是觉得 时间花很长 二来 当然有一部分是很大 是因为我看到 我爸爸就 都要这样台北彰化 这样 他年纪很大 然后这样来回跑 然后我都觉得说 到底这十个字对我 它的意义是 是不是真实的存在 所以 然后再加上 台湾其实 对于物理治疗师的认识 其实不是很足够 所以 其实也常会受到 就是当你在台湾说 我是念物理治疗学习的时候 大家可能 有时候时候 受到的尊重 讲实在没有那么多 这样 就大家对物理治疗的一个认识 当然 这不是 就是需要多一点的推广 这样 因为 物理治疗其实涵盖的范畴有很多 可是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 就是因为这种种原因 就觉得说 那我回台湾试看看 因为我就 我不觉得 我不觉得我回台湾会 比别人常常我发现 我就可以帮 多陪家人多一点 然后尤其是 帮爸爸这样 那反正就是 完从完全 不认识这个凤梨树的县 然后开始当县哥 然后当 当的两年 你卖多久 卖两年 卖两年 OK 主要就是 针对一些烘焙的 怎么讲 烘焙坊间 像面包工厂 或是 或是一些 就是在做凤梨树的厂商 这样 那我们是做食品加工 但again 他主要是卖凤梨树里面的县 OK 所以就真的是在卖 就台语叫阿 我记得 因为他在彰化西桌 我还记得我台语都在那边 训练 训练 对 那你在卖这个县的时候 就是一开始 就是 让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一开始最 打击最大 或是最 台语不强 台语很烂 因为那时候刚从一个学英文环境 然后到彰化西桌 他是 几乎全程都要讲台语的 然后 而且 而且那时候就是 讲台语 就是 就是不会跟人家搬干净 然后 成本又不会算 然后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跌交跌满缠 这样 对啊 所以你算是业务就对了 对我那时候是业务 可是 有点像是说 公司从头到尾都必须要了解 这样 对啊 但是确实大部分主要是业务 这样 OK 所以 那那个突破口是什么 台语练好了 后来台语变超强 我超 那时候我超级以我自己围容 对 那个时候啦 那个时候 可是 都是那时候 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真的 跟就是彰化西桌那边 还有包括中部地区 蛮大部分是在中南部 因为我们还有蛮大一块的市场 是在 卖那种传统大饼 所以也跟一些厂商 他们也都是要用台语交流这样 对 所以影响他们到底要不要买 你的县的关键 就是台语而已吗 其实真的还有一大部分真的是要汇报 钢琴 因为 食品加工的很多 所以你真的或多或少 也要有这种业务的一部分 但讲实话 这不是我的擅长 可是就是 那时候就是硬着头皮去试这样 对啊 这中间在过程当中 也是慢慢的就觉得说 我到底适不适得当业务 也是 也是 就是一样又再次陷入一个迷失 可是就是一直到那个 林书豪他那个 2012年他那个崛起的时候 真的又再把我那一次的梦想 又再点燃一次这样 OK 所以反而是 林来峰 让你开始 又再次思考 这个事情 然后还有帮我刚刚说的 那个一个员工 他昏倒在地上 然后看到他那个眼球震 在那个档下 就觉得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帮上忙 就是还有包括就是林来峰 这两件事情 所以最后我决定就觉得说 嗯 再回去念 再回去把它 该完成的把它完成 然后我希望 就真的这一次就是真的要一鼓作气 要把它完成这样 所以在Pitzberg念多久 Pitzberg念一年 我们那时候算是比较快的 对啊 那一年之后就可以考执照了这样 因为有把它专业学分把它完成这样 OK 对 那你考完之后 你是在哪 现在哪里工作呢 我一开始是在纽约 就是那时候就开始认识马里尔 我的意思是说在纽约通勤的时候 听马里尔很棒 OK 对 所以我一开始职业的地方是在纽约 纽约市这样 所以你那时候拿到的指教是纽约州的指教 对我一开始是拿纽约州这样 OK 可是那时候因为纽约州 其实纽约它蛮 它的风情是蛮 怎么讲 蛮欢迎外地的人来 所以他所规定的国外的物理指导师 他所规定的都比较不严苛 所以 就我们这个我们自己本行业来讲说 大部分的一些台湾人 一开始职业的地方蛮多人是在纽约 因为他所规定的都比较少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大部分认识的人都在纽约 所以那先从纽约开始 可是德州那时候就很严格 因为德州蛮排外 又再重新规定很多语言考试等等之类的 就是在转纽约到德州这个执照过程中 但对那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因为纽约比较简单 所以我就先去纽约职业这样 那同时这三年就是 那时候其实英文讲实在话没有说非常好这样 可是就是先在一些 那个美国的联合诊所里面 开始练习文化能力啊 或是就是 尤其是在英文啦 对啊 让自己英文可以再更流利一点这样 因为病人 就是会痛 所以你要想办法去了解他 所以对啊 那你在 Peatsburg念一年 然后去纽约考执照 然后在纽约职业 对 我是在纽约职业没错 那纽约职业多久 纽约职业三年 三年 我是在去年的时候才换到德州执照 OK 然后才去年的时候才正式到德州来张 OK 那你在纽约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 的 就你是一个外国人嘛 嗯 然后又是 可能离这个 离这个专业有 中间有一点点落差 然后你也没在美国职业过 对 那你觉得那时候给你有哪些冲击呢 冲击算很大吧 尤其是在文化能力上面这样 就是 我觉得纽约 最让我可以 適应很多的一些地方 就是他那边真的各个人种都有这样 然后 我们常会是在 就是 拿到病人的一个病例的时候 然后 就是 就可以大概知道说 这个病人 他的文化背景是怎么样 所以要特别针对这个文化背景 是有些事情 比如说 好比说一个人进来他可能是 就是穆斯林的话 他一定是 假设女生的话 那一定是 就男生不能去碰 然后就是 你一定是 要安排 女生的位置给他 或者是以前的时候 比如说以前在台湾 或是等等 就是 比如说圣诞节到了 那大家可能很常讲 Merry Christmas 可是你假设特别是针对 那 比如说不同 信仰的话 或是不同 就是 种族的话 你讲Merry Christmas 他会立刻从床上跳起来跟我说 他 他不庆祝这个 一定要讲 Happy Holidays 所以在文化能力上面冲击很大 可是都是从一次的事物当中 就慢慢知道该怎么做 这样 对啊 所以你那时候的诊所是在哪里 曼哈顿 那是在曼哈顿中城 OK 密堂 对 所以算很核心的地方 然后你也知道纽约 其实他们 纽约课真的大部分就是 确实需要 有些蛮好的耐心 对 我不是说全部的纽约人 可是真的 可以感受出来 大家都比较忙碌 比较冲促这样 所以 对啊 那你通常像物理治疗 大概你要做哪些事情 因为刚刚讲物理治疗 其实有很多 涵盖的范围 对 那你大概主要会从事的一些治疗 包含哪些事情 我在纽约那时候 其实就是 算是在 一般的骨科 骨科诊所里面 所以那大部分就是 那时候其实在中城 比较多人 多半是办公室啦 那办公室的话 他们当然都是 就是背痛会比较多 那也有一些就是手术后的这种 那我当然就带 带他们就是 怎么样从就是他们 痠痛或是 手术后的这样的情形做恢复 这样 可是纽约跟德州的风情又比较不一样 因为纽约是 纽约的诊所都是小而美 德州都是超大 而且是巨大型的那种就是诊监 像是 像我在德州现在这个就是 大部分就是真的是要 跟运动员去跑的这种 跟运动员去跑 对 因为我现在所在的部门是 骨科与运动医学部门啦 所以 我现在突然又跳到德州了 可是就是 纽约那边的话 其实大部分都是比较 我们物理治疗范畴 当然就是帮助病人 能够从疼痛当中 能够有恢复 然后完成他的 就是期望值 让他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功能 然后 可是 在德州那边的话 就是比较多 是真的是 提升运动员的表现 是真的是运动员 那运动员他要的 不是只是 把疼痛恢复 他是今天他表现要很好 他今天就是要投极客 那极客就是要 要在那个 那个范围里面 OK 他的好球袋里面 OK 所以你的在 纽约做物理治疗的时候 嗯 是类似比较说 附件这种比较多一点 这样子 我们的话 都还是在物理治疗范畴里面 那当然就是 一般的传统的电疗 超音波那些 还有包括就是 红外线那些都会做这样 嗯 那当然 就是 就是对啊 就是算是就是带领病人 可以慢慢的恢复这样 OK 那就算是 嗯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样转到德州去 就是你还是没有忘记说 你就是想要到 修士顿 对因为其实 这个讲的其实是 有点复杂 但是德州如果 有机会认识其他的 比如说 医疗专业的话 其实德州他规定的语言 超级严格这样 对所以他中间还要 就是我们虽然都已经 披士堡大学毕业 可是他还是要要求我们 再考一次托福 再考一次托福 然后托福的口说 对于一个台湾人很高的一分 是26分 满分是30分 26分如果有考过托福的人 其实 其实对于一个在台湾长大的人 其实是一个很困难 所以我那时候考了六次才好不容易 六次 对啊 才好不容易考过这样 所以考过之后才 就是主要都还是在纽约练英文 然后练到就是 考了六次才考过这样 很惭愧 但是终于还是考 因为那时候目标就是 就是我一定要到德州去这样 我一定要 就是离休斯顿火箭的越靠近越好这样 ok 所以那时候你在纽约的三年 其实 其实你不需要待到三年 你只是因为考试 考了三年 当然这三年也是 就是同时在学会 把英文讲好 然后文化能力也学好 那这 对啊 确实我一直想要把纽约州的 转到德州这样 因为梦想就在那里 就想说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看我可以走多远 这样 ok 所以 那时候你的托福一旦考过了 然后你就立刻 申请到德州去这样子 对 但其他还 还需要补什么其他的考试 或者是什么 其实那时候 我就是在 已经把那个 就是把 在披士堡大学 已经把我专业学分 都已经补满了 可是我那时候同时 纽约那三年我也还有在 同时修一个线上的博士班 这样 所以后来 因为 现在美国都是已经博士化 所以在美国你要念物理治疗化 你要博士这样 所以 就希望不要跟当地的美国人 说在同一个起跑点上 所以我在纽约那三年也同时 在拿我的博士这样 对 后来就是那三年 就是毕业了这样 然后就转到德州去 对 直接到休斯顿吗 对 直接到休斯顿 就像我说的就是 对啊 我就觉得 那十个字会一直在我脑海里 我就觉得说 我看我可以走多远这样 ok 那你有申请到 火箭队的体系的医院吗 我一直去想办法是申请 申请很多 可是他们一点机会都不给我 反而是太空人队的给我的这样 对啊 就是只有那 全部我大概 我收到了大概 丢了14到15封嘛 然后 就是 你是丢医院吗 我都全都丢医院 你丢医院的职缺就对了 对 可是 我只有一封是被录取的 然后 不是录取的 就给我面试机会 就是休斯顿太空人队的专属医院 这样 然后到时候就没有想很多 我想说 啊不管 就是 先进去至少 至少有个运动体系的 那火箭队的话 那没关系 我相信他们有一天会注意到我的 对啊 所以想说先进太空人 然后再 就是太空人的这个专属医院这样 然后再看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样 那你 这些这些球员们就期待你要提给他看 然后你要 你要丢球给 运动人去挥棒 然后我那时候 讲实在话 我有点怕棒球 对啊 我丢的时候那个 呛的声音会 会让我一直想要躲起来 所以那个运动人我记得 那时候要丢给他去打打击的时候啊 我一直丢不到好球袋里面 然后就丢那个就是会飞到 非常远的地方去 他连挥的机会都没有这样 就是那个已经是 就是坏球中的坏球 就是 就不知道自己来丢 你能丢到自己我都笑出来这样 就是 就是你不单纯只是要把病人 从疼痛当中恢复 你要 你要真的是要开始带他从 从不会打到会打 会打之后 你要真的是要能够符合他 教练要他表现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那边跟很多就是 球队的trainer 就是训练员 有一些搭配 然后他们也会有他们的一些意见 然后我们中间有些意见上的交换这样 好的意见 但是你 你没有 就你没有运动的背景 可是他等于是要你做类似 接近训练员的事情 对 因为你要 所以我后来就是 我需要在这方面就是要有些练习这样 所以有的时候 下半周同事会 陪我就是练 头球 头球 然后以前我不会丢那个美式足球 因为美式足球出去的时候 他有一个像是一个子弹这样子旋转 对 我现在还在慢慢练这个 你还没有 我现在就丢回忆给他的时候 就是这样 就是那种 那卷的滚的方式 那连 那个病人都会笑出来 可是他们知道我是外国人 所以他们 他们其实都可以理解 他们人都蛮好的 德州人其实还蛮 蛮nice的 那你在美国待了这几年 但是你没有 没有迷上美式足球就对了 我中间在纽约的时候 我担任美式足球的高中赛事的一些志工 所以就是在场边做防护 可是involve这件事情 就是打美式足球 我会看 但是我不打 因为我听到那个声音 我其实 我那时候在场边的时候 听到那个撞击声 我真的为那些高中生们 就觉得说 哇你们真的是 对啊 对他们脑部确实是有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本身 我只是叫他们怎么丢 然后叫他们怎么冲撞 可是我本身是不打 因为你看我这个样子 马上就被撞飞了这样 对 那你那时候 所以你是直接先去休斯顿 然后才开始找工作这样子 对 我就是没有任何工作的offer 就想说先去那边再说这样 然后再慢慢开始丢 也要认识那边的名字 可是 其实后来才知道 德州他们本身 其实讲实在话 蛮排外的 所以你在那边没有任何人 认识的人的情况之下 真的很难申请到那个医院 所以 中间也是发生一些插曲 可是就是算 蛮幸运的就是 有这间卫理工会医院 就是愿意给我这面试机会 为什么会 给你这面试机会 其实真的就是 运气很好这样 然后 应该是说 我的 其实发生真的 一个很巧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爸爸那时候 就是那时候知道 我搬到休斯顿的时候 就是来看我这样 然后 那时候 反正我就丢了那些医院 我并没有想说 期望 因为我已经收到很多拒绝信 想说没有机会这样 那 那 可是那时候我爸爸刚到的前两天 然后我爸爸就 有一次 那就是那天早上 他没有睡觉 因为时差关系 所以我们就一起去 附近的社区这样 走路这样 然后可能他完全整晚没有睡 然后可是后来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 现场就是中风这样 那当下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想得多 就赶快通知姐姐 然后姐夫 然后赶快带 我爸爸去附近的医院 那附近的医院 就是威力公会医院 然后我是当天就是 全程陪我爸 但我们当然有掌握 这个黄金时间啦 所以 最后爸爸就是 完全痊愈了这样 就很开心 可是 蛮特别就是两天之后 我就收到 同一间医院的面试这样 然后我当然是很兴奋 可是 我倒是觉得说 怎么会有这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样 可是后来 那天的面试的所有内容 几乎就是 我爸爸整个的急救过程这样 蛤 就是他就 他那时候他们就很惊讶 就说 为什么你可以 讲得这么样的清楚 我就说 因为我爸爸前两天才刚在这边住院 所以他们非常惊讶这样 所以他们很impressed 在我在回答说 他就去问我说 你认不认识这件事情 因为我说 我非常 我还蛮认识 因为我陪我爸 我当然不会一开始就讲这件事情 就我爸住院这件事情 可是我在回答过程中是非常流利精准的这样 因为 因为 就是在我爸住院这个过程中 我很认识 我就开始认识这间医院 要不然在这之前我都一直 做功课 都是做功课 就是 赫曼医院就是在休斯顿火箭的那间医院 可是最后其实是 是这间医院 那你在医院面试 他会 你们会问你什么东西 很多欸 当然就是他 有会问一些那种急救的处置方式 然后他有问说 你对于这间医院他的核心价值 你认不认识这样 那他当然也会问很多专业上面的一些内容 这样 然后还有包括你过去的一个背景是怎么样 然后他 蛮看重我那时候 我在纽约有做一些义工这样 那包括纽约马拉松 还有高中美式足球这样 所以他问一些职业经验 然后后面就开始要上一些 试作这样 OK 对 对 所以就是会有给一些状况体这样 你现在有个病人他怎么样 然后你怎么样应应这样 对 你在 刚刚讲说你会带运动员去进行一些训练 对 那那些运动员是 已经是职业运动员了吗 还是 我们有职业办职业 但是我 因为我目前资力比较轻 所以他们都是给我是学生运动员比较多 那我们那些大球员 就是刚刚我们 就是Atuve有来我们那边 然后他都是给我们最最头的 最强的 就是最自身的那个我的supervisor这样 就给他去带治疗 那我的话 目前都是带一些 就是高中 然后 还有一些大学 对 那棒球比较多 棒球比较多 因为我们 就是因为是 棒球队的 对棒球队比较多 但也有美式足球 还有足球也很多 对 所以我现在才在精进 我怎么丢这个美术足球 我每次丢那个子弹的那个 就是美术足球丢法 就一直还在practice 可是为什么你要 你要学怎么丢这个东西 因为我要知道他们说 你们要怎么样 怎么样在伤后 然后怎么样处理 然后你才可以有一个 很圆滑的一个 就是一个运动表现这样 所以你要表现给这些人 然后你要告诉 你要指定他你要在什么 所以你等于说 当然教练会在旁边 但是你会告诉他说 你这个时候 比如说你是要在用哪一块 肌肉特别的一个处理 或是有些简单一些 呼吸的一个掌握 然后让 让这些球员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运动表现出现这样 但是美式足球 最常丢的就是只有corderback而已 对 所以你主要都是在帮助四分围 其他的球员比较 比较少 比较球员比较少 就是我刚好所遇到的几个 他们刚好是corderback 就是我目前带的只有到三到四个 没有当然有 可是他们刚好都是corderback OK 所以他们大概可能那个 那个频率是怎么样 就比如说一个礼拜要来个几次 他们大部分是 要看 有些时候是来一到两次 然后trainer会一起来这样 然后 然后我同时会跟trainer保持联络 这样我们那边就是 结束之后都会 把我们的名片都给trainer这样 OK 那trainer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就直接会通知这样 所以一定是受伤的时候 他们才会来吗 还是不一定受伤也会来 他们大部分都是有经过一些手术的 OK 那我们那个部门蛮特别的 就是楼上全部都是外科医生这样 那他们都是有一些那种 关节瘀的损伤啊 或是然后进行一些手术 然后手术后就有物理治疗室 开始慢慢带 然后带到可能当劲快 要看手术是哪种 10到16周 就差不多就可以开始 进行头球训练了 那这样的话 诶 刚刚问题怎么突然 每次像那种什么 动动什么Tommy John 这种之后 也是会到你们这边来做 我目前才刚接到一个 所以那对我也是一个很新的一件 因为有很多手术是我在台湾没有遇到的 这样 对那 呃 目前有那个 就手术手术的一个 那个韧带的一个重建 那也是我最近才刚开始接到 所以 对 那这样子她 她的 她的这个整个过程 大概要花多久了 哦 要看哦 有些 也要看他们的保险好不好 那保险好不好 对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有些学生他们就是 学校不见得一定完全cover 那这些就是他们家长自己 他们所cover他的保险 保险可以到 可以让他带到什么程度这样 那有些人会 可能他们保险不好的话 就是他们来看我 一个礼拜看一次 然后就回去给 学校的trainer去带了这样 嗯 然后就想 就觉得这样的话可以 避免他们可以一直来医院这样 就比较便宜这样 所以看一次要多少钱 哦 这个你问到非常关键问题 对 贵可以超贵的 对吧 就你刚才也听过很多学生 有学生假设 在医院看病的话 很贵 对 对啊 那像看这种物理治疗大概 那个range可以多大 哦 那要看这个 他的保险好不好 贵真的是可以贵到 真的是 大概是多少 就是他是一个怎么样 他做哪些事情 然后 应该这么说啦 就是假设是 比较好的一些保险的话 他可以竟然是完全 一毛钱都不用付这样 对 然后他就因为他的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受伤的情形 或者他的手术是 他的保险可以完全cover的话 那就cover这样 可是如果他的保险公司 是比较不好 或者是他 这个 比较长 但是真的 比较贵的这种 比较call pay 就是你额外的自己的 自套药包的支出 甚至一次 几千块的都有这样 对啊 来一次 所以你们的那个账单是 多少钱 蛤 你们开出去的账单是多少钱 开出去的账单多少钱 每个人不一样啊 就像我说的就是 要看你的保险的差异 会怎么样 可是 简而言之就是 譬如说像我们自己本身好了 然后我们自己 用医院的保险的话 我们正常看一只大概25块 OK 可是假设 有些 有些人他们可能就是在 保险上面就是 可能 每个月所支出的这个 会比较省一点 就想说他的身体比较健康 可是突然出现一个很大的 重大伤害的时候 那这样子的话 他的保险公司可能不好 嗯 然后他所需要 制套药包就会比较多 这样 对这是一个蛮複杂的一个 但他的费用不会 会因为说 今天物理製造师是你 或者是你的Super Viral 这个价钱会有差别 没有没有 就是一样的 OK 并不会因为你比较菜 所以你手会比较低 没有 可是至于说那些真的是大球员 职业球员的话 我讲说我现在还不了解 OK 对因为这真的有 就是我目前有看到几个 就是像这蓝鸟队的 嗯 然后太空人队的 嗯 对 然后酿酒人队的又来我们这边这样 对 可是那些我其实 目前 那个 我Supervisor那边 目前都还只有让我 头球给他们打这样 OK 还没有让我真的去参与他的资料 因为他们 他们都需要有一些private空间 他们没有办法说 嘿 你今天想要看我资料我就给你这样 他们从 嗯 密尔瓦基跟多伦多跑到你们 德州休斯顿去看 对那他们时候是off season 所以是修赛季这样 OK 所以他们 就因为我们那边算是有一个大师级的人物这样 哦 所以他们就特别去找他这样 就是你的supervisor 对对对对 OK 所以他是很厉害的物理治疗师 他非常厉害 在德州是非常非常出名的这样 所以你们cover主要都是棒球跟美式足球 我们应该说可能是因为我们supervisor最强的就是负责 尤其是投手 所以我们来那边大部分是投手居多这样 那再加上因为我们医院是那个休斯顿太空人队的 专属的那个medical provider 对 所以当然有因为这样的受到影响 所以我遇到篮球选手其实反而比较少 嗯 大部分都是 因为我们同时还是休斯顿的那个美式足球队的一个provider 所以来的大部分都是就是棒球跟美式足球 然后再来 女生的话蛮多是足球啦 因为我们也是 休斯顿其实有足球队 我们也是 休斯顿的美式足球队是德州人吗 不是那个叫dynamo 我觉得翻译应该叫什么发电机队 不是不是我说美式足球队 美式足球队是德州人 德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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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我在猜想应该是有因为受到这样的影响 所以我收到篮球选手反而比较少 比较少 你也梦想没有办法继续更进一点 我觉得我相信我那个应该每个点都是就是你会知道就是 就是英文有句话就说就是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 你就觉得你应该在这边是有它的理由这样 所以我就想说那没关系先从这边 那其实我最近也做了一件很傻的事情 我写了很长的一封信给休斯顿火箭队的那个物理指导师 可是他没有回我 可能我觉得我那时候我就跟我未婚妻聊 就说我不管我一定要写这封信 我要完整的交代我这一切的过程 那我今天主要在这里 我只是我希望他们可以给我一个简单的一个 认识他们sports medicine team的一个机会这样 所以你在休斯顿待多久了 目前刚好满一年了 刚好满一年 OK 所以在那个医院也差不多一年了 现在这个医院差不多一年了 但是如果你要去火箭队 是说他会有一个水队的就是医疗团队吗 你想要进去的是这个团队 还是说他另外像刚刚讲的 他有一些配合的医院 他们有一个医疗团队那边 那我的supervisor就在那边有教过他们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很羡慕 但我的意思是说 对他们在toyota center那边 有正手的sports medicine team在那边 那他们当然就是跟着 就是跑课场的时候 会有那些有几个会跟着跑这样 对那那个的话 我觉得我跟supervisor说 希望你下次再教课的时候 可不可以带我去 OK 但again他目前还没有让我 可以 因为我看来还太嫩 所以你的目标 其实是加入这个medicine team 这样子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 我觉得我已经非常很感恩 我现在可以在目前在这间医院所学的 那你如果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真的带着我的专业 哪怕只是volunteer 就是让我真的可以 踏进toyota center 是以我的专业进去的话 我觉得我已经 其实我现在我都已经觉得 我很对得起当初13岁 站在讲堂上的那个人的 那个我 这样 对啊 那我的目标 其实 因为我下个礼拜 就要结婚了 所以我觉得有一集 瑪利歐有一集是访问那个施生辉吗 施生辉 施生辉 他那时候讲一句话也是 也是有点打动我 就是说有些时候 其实梦想也不见得一定要这么执着 这样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慢慢的可能下周 我们结婚之后 我们慢慢就要开始回归家庭 那工作我也知道 其实我很感谢我有这份专业啦 那至于说目标的话 我现在其实最希望是我至少可以参加一场 就是世界型的大赛事这样 包括奥运 或者是 就是任何的一个大赛事 让我可以把专业带到这边 我就觉得 我会 我觉得我人生已经非常完整了 OK 所以你 呃 会去奥运 这一次的奥运 这一次的话就是 就很幸运我有录取那个 美国奥运队的那个 义工嘛 那 他们今年10月的时候 有安排 就是要在克罗拉多 有要协助那边美国奥运队的 嗯 的运动员们这样 我目前还没有去过 所以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可是我知道 可能不是 就是 克罗拉多就是 纽约或是在加州这样 这三个地方 应该会在 因为他们的选手 的训练中心是在克罗拉多 那 他们说不保证 今天你去那边 协助的时候 就可以有办法带你去东京奥运 可是我就觉得 我看可以我可以走多远这样 可是当初收到这个 就是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我真的已经 就觉得我 我以我这个专业感到骄傲 所以 这个义工是 嗯 要干嘛 就是你去报 他有征求就是说 物理治疗义工 对对对对 然后他有一个相关的面 又是另外一个面 那我是在去年的时候录取的 可是他 他因为 他来自 来这边的义工是 来自全国各地 而且他都会要求你的经验 是要怎么样 对对 对对不起你的问题 我常常会放空 不好意思 我常常会 讲到一半 然后忘记你的问题 所以你的义工是 嗯 就是奥运队的义工 是你在公开征求 然后你跑去面试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当然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 申请过程 又要面试 又要写 又要写 写你的这个背景资料啊 然后什么之类的 对啊 所以那时候能够录取我 我确实还会蛮意外的 但你知道那个厅有多大吗 就是像这样义工团的 我还没有正式去看过 所以应该会真的会蛮大的这样 ok 对啊那所以像这次我就是一直因为 就是可能要就是要弄 结婚那些事情 所以他们给我的一个rotation的时间 我就一直延后这样 可是今年十月应该会有机会了这样 到时候希望那个能够真的有机会去目睹 是他们怎么样训练的 ok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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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的职业时间 其实等于是差不多四年左右 哦 因为我还有台湾的时间这样 可是算一算 我是15年年初考到制造 所以四年多快五年了 年初嘛 因为已经过一半 四年半 你在台湾其实也有职业过 对我在台湾有职业过 可是台湾的就是 那时候就是有点像是一边在当宪哥 然后只是去part time一下而已 ok 大部分都在当宪哥 所以主要的 关于物理治疗这一块 主要的职业的地点都是在美国 对都在美国会比较多 刚刚以前台湾有实习嘛 所以实习那当然也是一部分 可是 你如果说职业的话 那当然是在美国 所以你有进去看过球赛吗 还没有进去他们的球队里面工作 还没有机会 这才是我对他们这一次的 克雷薅多的选手训练中心 会这么期待 对 所以你说限材场上的话 你去休斯顿一年 然后你没有进去过 Toyota生意看球过 你說Toyota生意沒有 看球有 如果说以这个场边 来做防护 是没有 因为他们 就像我說我最近寫了那封信給他們 還沒回我 我手寫寫了三頁 但是我可以了解 你手寫三頁然後寄給他們這樣子 搞不好還沒拆開來 對啊 I know 所以我想說應該 是不是應該先寄email 對我了解 但我就覺得說 最多最多就是被say no 反正就是私底下 總是要瘋狂 為了小時候還是要瘋狂一次這樣 反正應該不會被抓起來 為什麼會被抓起來 你又沒有衝到場邊去 我的意思說我都沒有做什麼那個 但是就想說就是無止境的嘗試 就是總是我希望有一天還是可以 有這個路可以打開這樣 OK 所以你的支持的球隊就是火箭 從以前到現在 對啊 但是我知道這幾年我支持的有點辛苦 支持有點辛苦 對對對 因為我講時候 我比較喜歡以前的那個 像是Hakim Olajuwon 跟那個Klyde Drexler的時代 還有一個也有一個差距 就是我在前往醫院的那個地方的一個 健身房裡面有遇到那個以前火箭隊的一個球員 叫Steve Francis這樣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我是整個人 人是腦袋 腦袋掛一片空白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真的是有過去跟他聊 因為我的人生買的第一件球衣就是Steve Francis 真的 OK 3號 對 3號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 那時候我過去跟Steve Francis 問他說請問你是Steve Francis嗎 然後我就跟他握手 我就說我真的是 Big Fan 對對對 然後我是真的是因為火箭隊 所以才一直很努力想到到這邊 然後他就問我說我在哪間醫院 我記得那時候我在跟他握手那個當下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其實就是一直想要 就是期待有這一刻 可以跟一個火箭隊球員就說 對啊就是我是真的很喜歡你們這支球隊這樣 對啊 雖然他最後也走過一段 因為我看他的歷史 他走過一段很辛苦一段期間這樣 對 他最後 Anyways 但你比較喜歡的是早期的火箭隊 對我喜歡Clyde Drexler 跟Hokim Olaju 然後當然還有Steve Francis的前期啦 然後當然後面的包括T-Mac 邀明那時候也不錯 可是我喜歡看比較傳統的這種球賽 我比較不喜歡看三分球丟來丟去 OK 我沒有說沒有那個意思 所以你不喜歡現在整個NBA就對了 我覺得他失去了以前就是這種 就是傳統中鋒的那個時代 就是來做一些倒穿這樣 我喜歡看多一點的這種倒穿 然後三分球是偶爾就是省來一筆這樣 會讓人看的比較興奮 可是如果每一場球都一直在丟三分球 對 OK 喜歡看三分球的聽眾不要學我 所以你喜歡的是那個時候的 對我喜歡 兩千年 對兩千年左右那時候 九六到兩千或是兩千到 真的今晚一個時期也不錯啦 OK 我喜歡2010年前的時代 民族華爾是什麼時候在那裡 民族華爾是應該是 一二年的零來風之後就隔年就牽火箭了 所以他都是一三吧 一三 那時候他跟Hardin第一次 就是就剛開始開始這樣 但那時候你已經在美國了嗎 那時候還沒有在美國 我那時候已經在 沒有那時候在當憲哥 那時候在當憲哥 對 OK 所以你到美國的時候他已經不在Houston了 他應該去胡人 對 他那時候 我在Houston的時候他是在很多 不知道藍網 然後 然後在那個 黃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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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蜂是我在紐約的時候 黃蜂你在紐約的時候 我在休斯頓的時候他是在那個 藍網的後期了 然後後來被牽到老鷹 然後老鷹在最近才到加拿大這樣 所以你跟他的距離一直都蠻遠的 對啊 是啊 就是他在藍網的時候你不在紐約 對 OK 好 了解 好我們今天非常開心喔 邀請嘉鴻來跟我們分享他 13歲的夢想 然後現在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呈現 因為當初你許的怨病不是說你要成為 休斯頓火箭的球員嗎 其實是耶 但是就長不高了 不是說議員嗎 對議員 議員不見是求議員 你這樣講也是對 對啊 他有很多工作人員 對啊 對啊 所以你是許錯夢想 對啊 確實是這樣 但是總之透過物理治療 這個專業 然後在美國從紐約然後到德州 現在在德州繼續從事這個專業 而且還會參加這個 美國奧運隊的一個志工 志工團吧 可能會去東京奧運 那非常開心 謝謝嘉鴻來跟我分享他今天的故事 非常有趣喔 從13歲開始到現在 那你現在幾歲啊 現在喔 32 快33了 OK 20年的夢想 但是至少還是在夢想的路上 謝謝嘉鴻 謝謝 謝謝很開心 大家好 這個是我的未婚妻 她叫妹咪 大家好 我是嘉鴻的未婚妻 我叫妹咪 就是我跟我未婚妻一直說是遠距離這樣 我在美國她在台灣這樣 可是我們都會透過就是聽馬利歐這個節目 我們常會就是她的禮拜五晚上 然後我的禮拜六早上 然後在我們聽完之後 可能是在我的禮拜六晚上 然後我們都會一起分享當天的一個訪談的內容 然後尤其是這一次的 因為像是心得 但是就是是一個很 兩個彼此之間很溫暖的一個分享這樣 就分享這一次馬利歐的這一集 我們得到了什麼這樣 對 你覺得呢 我覺得馬利歐陪你喝一杯 你可以在聽的過程當中 因為你知道你的另外一半也在你身邊 所以你會特別感受 你就不會再因為遠距離 因為遠距離最怕的就是孤獨 然後自己沒有辦法好好的獨立跟安全感 可是在透過Podcast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透過他的聲音 然後透過這樣子的節目 訪談的人物的內容 都可以讓我們知道另外一半也在 然後我們又有一個生活的目標 然後生活的動力跟像是一個 像是一本心靈雞湯的那種感覺 然後陪伴著我們 一直走下去 很溫暖的聲音一直存在 就是我們之間的 都是兩個聯繫的過程當中 有一個學習的目標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人生的想法 我們兩個 畢竟走過的路還沒有那麼長 我覺得也是透過他訪問那些很專業的人士 或是透過他自己去 他很常去反出訪談者的話 我覺得在那個過程當中會讓我們 對人生有更多不一樣的想法 這也是一種學習 對 而且也是讓我們比較成熟 因為遠距離很需要成熟的心靈 對啊 是啊 最大的動力應該是非常期待 他又要問什麼問題 然後他去思考一個人的想法 跟他常常在訪談當中提出的問題是 我覺得不是一般你交朋友 或者是跟一個人相處的時候會得到的 我會覺得他很細膩 然後他就會想像他是一個生活很細膩的一個男人 然後就會覺得說 哇 原來人生還有這麼多的 就是要充滿疑問 然後去尋找他 然後再去創造 然後讓他可以製作出一個 讓別人充滿希望的一個節目 然後給像我們這種很素很素的素人來聽 我最大的感觸就是 我聽就是馬尼歐佩妮合一 在2017年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今天真的 我沒有想到有一天我可以跟他 就是我的目標其實有一個很大一部分 但是我希望可以上HITO大聯盟 因為我想說 對啊 那時候我的目標真的是 我想要上HITO大聯盟 他專業比較像可以上HITO大聯盟的專業 可是就是還不到 就是被HITO大聯盟發現的那種程度 可是我竟然先上了馬尼歐佩妮合一杯 這是真的是超乎我想像的 所以在跟馬尼歐訪談的過程當中 我感覺好像就是走到時光隧道 然後看到2017年那時候還在紐約奮鬥 然後想要回到 就想要去前往德州那時候的自己 因為那時候當然現在是離夢想要更近了一步 只是那時候的紐約就是也不知道 能夠什麼時候才可以到德州 所以就會看到那時候成長的一個經歷 所以我今天看到他本人我覺得 對啊 好像是一個時光隧道 對我而已嘛 對啊 所以感觸是真的非常深 對啊 也沒有想到有這一天到來 就是真的非常開心這樣 我覺得REX超強的耶 小時候這麼遙不可及的夢想竟然真的可以實現 好像漫畫裡面的故事喔 你是說灌籃高手棒球大聯盟網球王子 這一個系列的故事嗎 你這樣透露年齡嗎 拜託這些動畫很經典耶 陪伴我們成長 你還在繼續透露年齡喔 嗯 好啦 那你說一下聽完REX故事的心得吧 好 那我就來分享幕後的經驗好了 欸 其實我最有感的啊 是他們來訪的整個過程 因為他們剛從休士頓回來啊 所以特別就帶了NASA的紀念品 要給瑪莉喔 還有很多的小禮物要給我們團隊喔 欸 然後他就跟未婚妻妹妹 啊 現在是老婆了 他們才剛結婚 恭喜恭喜 恭喜你 他跟妹妹兩個人都好溫柔好謙虛喔 你看到他的人你就會覺得這一點都不意外 然後最後我不是訪問他們來到節目的心得嗎 他們就說他們之前在遠距離戀愛的時候啊 瑪莉又陪你喝一杯像把他們牽在一起的那條線 我聽了眼眶都紅了耶 原來我們的工作真的這麼有意義 我超感動的 但是問完之後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發生什麼事情 我完全沒有在錄 你說什麼 所以你沒有錄到嗎 沒有 完全沒有 天啊 但沒關係 你知道我也曾經犯過這樣的錯 然後回來就很懊惱 因為發現我剛剛去外面錄的訪談 完全沒有錄到任何聲音耶 然後你有回去再錄嗎 有 我就只好就是硬著頭皮 然後打電話給受訪者說 不好意思就我們可以再回去錄一次嗎 然後對方好像不太開心 那真的超不專業的 那我可以偷偷透露是哪一集 就是我們第二季的就是 跳酒故事那個系列 的某一集 就我當下我沒有錄到聲音這樣 就也蠻蠢的 好 反正我們都有把它補回來了 所以沒關係 好喔 好 我們來回歸正題啦 嗯 好吧 那不知道你們還有沒有記得自己小時候的夢想呢 現在有達成夢想了嗎 那請來瑪利歐佩妮喝一杯的FB 官方粉絲頁跟我們分享喔 不要讓他們空等喔 我每天睡覺前也會看瑪利歐佩妮喝一杯 FB官方粉絲頁有沒有你們的留言 其實不只睡前啦 我現在是非常常看 你們每一條的留言跟訊息 對我們來說都是非常大的鼓勵和支持 如果你是用Apple Podcast聽這一集的話 請幫我們留言 然後給五顆星星 然後分享給你覺得會喜歡的朋友們聽 謝謝你們 希望你們會喜歡我們的迷你集 Your story matters 我們下周見 掰掰